高媛媛与赵幽婷结婚后生下一个女儿 虽然已经升级当妈了 但她依然是许多人心目中不可撼动的女生 经理高媛媛出席时尚活动 以一身黑色套装 外搭米色毛绒外套散发优雅气质 没想到在拍照时路边围观的民众 竟然高喊媛媛阿姨让她感到很惊讶 并假装生气地表示谁喊我阿姨了 所有又敷上一个甜美笑容 让对方听到后立刻改口甜喊圆圆姐姐 高媛媛又凶又萌的样子简直可爱极了 也让相关短片在网路上疯传 对此网友们也纷纷大赞 高媛媛怎么好像越来越年轻了 不过没想到女生也逃不过被叫阿姨的命运 当下秒回头的第一反应真的太真实了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